各位朋友大家好 各位主内弟兄姊妹们大家好 欢迎你来到浩然信仰与人生频道 然后呢 我现在正在给大家讲的是 圣经到底讲的什么 那么呢 我的副题呢 是人生生命生活指南和钥匙 那么前面呢 已经分享过酒讲 那么呢 我快速的把这酒讲的内蒙 提入的给大家说一下 第一个 树立有神和神造世界的世界观 第二是认识人的本源和特质 第三理解神赋予人的权利 第四 人应该对神的大爱创造 这个父权给予应有的回应 第五 明白婚姻的起源家庭婚姻制度 第五第六 婚姻呢 是由神所赐给夫妻双方 夫妻双方的事 与神所立的约 第七 认识人和人类的本质和罪性 第八 人的罪 是人和人类社会 一切问题的总根源 然后第九 神通过拣选选民 以色列人实施他在地上和天上的各种计划 那么我们今天呢 讲第十讲 那第十讲也是和第九讲密切相关的 这是什么呢 就是神通过与选民立约确立与选民的关系 然后建立什么呢 就是神人共治的国家 那么这个在一个一个社会啊 他要正常运行的时候 那么呢 那个他需要处理好非常重要的关系 那么很重要的关系呢 我们说是他说这个 比如说呢 这个政府与人民的关系 那么在这个不同的国家 实行不同的制度 那个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呢 是不太一样的 有的国家他人民是完全从属于政府的 你看看北朝鲜 你看看古巴 虽然宣讲他叫人民共和国 可实际上不一定是这样的 那么呢 这个 那么呢 这个关系当中 因为伊斯利人啊 他们是被神卷选的选民 那么呢 圣经上说的非常清楚 这个伊斯利人呢 他们是归属于神的 后面我今天会讲的这个事啊 那么那么如何来 确立这个关系呢 是吧 这个确立这个关系 是这个伊斯利啊 他这个国家发展 维护 然后进步的根据和根源 如果这个 这个关系得不到确立 那么这个国家甚至就不存在 就建不成 所以你看看伊斯利亚这么多年了 他们 已经是这个亡国了以后 几千年啊 流流流流流到世界各地 那么最后呢 神同意他们复国 在1948年就 重新建立国家 得到世界 绝大多国家的承认 对不对 这是这都是事实啊 对所以呢 这个确立的关系很重要 那么他要这个 怎么说他要神 需要确立这个关系呢 那么圣经里呢 在这个 创世纪啊 出埃及纪啊 有不同的经文啊 这个几段经文呢 表示这个 表示这个意思啊 那么这个 在这个确立的关系呢 一个是叫亚伯拉罕约 一个是这个摩西约 那么这些约呢 就是利的这个约啊 它是分散在不同的章节里面 那今天呢 我只是把这些关键的地方 然后拿出来呢 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分享啊 然后呢 我们阐述这个 这个神呢 是通过和他选民啊 立约的形式来确立这个关系的 对吧 我们看一下 我们先看这个 创世纪第17章 二到九节 也并不是所有的章节 你可以打开一下 看一下啊 创世纪第17章啊 二到九节 OK 他说 对 我先看这个啊 这个是创世纪的第15章 第6节 第18节吧 他说亚伯兰信耶和华 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 OK 然后当那日 OK 当那日 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 说 我以赐给你的 我以赐给你的后衣 从埃及河直到 波拉大河之地 所以呢 看到啊 这个当时亚伯兰的汉 他的名字还叫亚伯兰 对 因为他还没有神给他立这个约啊 那么呢 神呢 还没有立他做这个 这个万国之父 对 所以他叫亚伯兰啊 对 那么 但是呢 神已经说了 他要和亚伯兰立约 他立约 那么这个亚伯兰 你看那个第 啊 创世纪下一章 第二这个 刚才是第十五章嘛 那你看这个第十七章啊 第二到九节 怎么说呢 他说 我就与你立约 使你的后衣 极其繁多 OK 那我必使你的后衣 极其繁多 国度从你而立 君王从你而出 OK 你可以看到这个约的内容啊 对不对 是神呢 是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 掌管宇宙万有的 他说做什么 就可以做什么 他都保证了什么的 要建立的国家呢 是从亚伯拉罕 从他这儿 而立起来的 OK 他肯定是这个 这个国家的父了嘛 是吧 君王从你而出 哎 这个国家的王啊 也是你说了算的 是吧 就是从你这儿开始 而我要与你 和你的世世代代的后衣 坚立我的约 这个约不是暂时的 而且是呢 世世代代 一直要坚守的 神自己 他是守约的神 他是信实的神 悖逆的只是人自己 而不是神 所以当然说 也坚立我的约 这个做永远的约 OK 不光是 世世代代 坚立这个约 而且这个约呢 不变的 OK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朋友 那么这个说法呢 这个 立的这个约呢 就影响到现在你我 OK 当时神呢 和亚伯拉罕列的约 而我们通过 亚伯拉罕的子孙 大魏 然后这个 这个约苏 然后由我们音信称义 那么我们 从这个约的内容上来讲 从这个保罗的书信来讲 我们也是因为信 耶稣的缘故 成为神的儿女 OK 然后归到这个约的名下 所以这个约 说神做 这个立约的内容 也涵盖了我们 明白吗 是吧 所以这是个很明昊 就是啊 所以今天我们讲的是个圣经啊 它到底讲什么呢 那刚才说呢 它是通过拣选这个 伊斯利人啊 实施在地上的天上拯救计划呢 那么而且呢 它是通过神的选民来立约 来确立他和选民的关系 但是确立这个关系的时候 不仅是确立到和他的选民 伊斯利人的关系 也确立到通过这个约 和我们音信称义信耶稣的人 那么和我们的关系 那么神说赐的福分 对吧 神说赐给的益处 然后呢也是临到我们 OK 还有说呢 那么做永远的约 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 OK 做你和你的后裔的神 OK 神又对亚伯拉罕说 你和你的后裔 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 神是给你立约了 他是给了你这么多的好处 君王从你而出 国度从你而立 然后坚守这个约 他给我们要求了一个条件 一个就是说 那你和你的后裔 必世世代代遵守这个约 OK 亲爱的朋友 亲爱的女人 你看到这儿啊 那个伊斯利人 他们需要遵守这个约 我们作为音信称义的神的儿女 是不是我们也应该遵守这个约 当然是 所以呢 我们这个作为基督徒啊 不准 不仅要遵守新约神的教导 而且要遵守旧约神的教导 OK 所以圣经66件书 它这个是从头到尾 从创世纪到起始终 它是徽然一体的 OK 它是一脉相承的 OK 所以呢 我就是啊 这是 这是从这个亚伯拉罕这个约上 这是创世纪什么 那么这个 这个圣经呢 它的第二本 第二卷书 叫这个出埃及纪 那么伊斯利人呢 他们这个 这个 经过他们的元祖时代 古老的历史嘛 然后 往后走 就是他们蒙拯救的时代 那就是说 他们从埃及被神拣选出来 然后成为神的选民 成为神的选民 然后呢 才有这个建立他们这个约书亚 到迦南去建立他们的国 然后才有了这个12个支牌 他这12个支牌分到地 然后在这个南国 这个犹大 然后北国的伊斯利亚 然后这个才有他们贝鲁 然后最后贝鲁被亡了以后 那直到1948年 再重新建立伊斯利国 对不对 这大概是过程 那么现在再看这个出埃及的事 那么出埃及记呢 第十九章 他这个第三到六节 是这么说的 我只选一部分 他说摩西亚到神那里 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 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 小于一岁的人说 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 你们都看见了 且看见我如鹰将他们背在翅膀上 带什么 带来归我 那么如今你们若实在听我的话 遵守我的约 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 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你们要归我 做祭祀的国度 圣洁的国民 这话 这些话你要告诉伊斯利亚人 那么前面是和亚巴拉罕的一约 因为他信 神就称了他的义 并且告诉他 国度从台而立 君王从台而出 神要坚守这个约 也让亚巴拉罕呢 他的后裔 世世代代也得守这个约 那么摩西作为亚巴拉罕 他的后裔 然后呢 神要实行这个拯救的计划 神要再次给他立摩西的约 这个约呢 前面这个约 就是我们认为 一般认为都是没有条件的约 是神单独给你什么 但是当然这个约就不一样 因为神已经把他们 从伊斯利救出来 不知道 从埃及救出来 那是把他们从 这个如鹰将你们 从背在背上 带你们归来的 那说明的话 你们要归我 神需要选民 选民 你得有个附属的 归属的地方 归谁啊 你们要归神 在那个年代很多人不认识神 也不听神的 但是神要找一批人 一个民族 他能够归于神 那这样神就有了军队了 神就有了这个实际的这个 这个选民了 对吧 那很多事情都可以做了 麻雀随小无脏极权 对不对 虽然伊斯利啊 他们的人口只有百万之众 也没有像埃及啊 也没有像中国 印度啊 这么多国家 然后有这么多的人口 对吧 没那么多 可是呢 他足以表达神的意思 足以让他们来引领世界 然后让世界得拯救啊 OK 所以呢 他说 如今你们要实在听我的话 遵守我的约 OK 你要实在听他的话哦 OK 他说什么 你怎么做哦 他给你立的法律 要立法 你要遵守啊 OK 这是我们华人最缺少的地方 就是说 我们不遵纪守法 OK 是吧 不遵纪守法 那么伊斯利人 他是这样说的 OK 就要在万民中 做属我的子民 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你们要归我 做祭祀的国度 圣洁的国民 给他提出一个要求 听他的话 守他的约 还有呢 做祭祀的国度 人人都敬拜神 人人都敬拜神 那么所有的人都宣讲神 宣讲神 那么这个祷告 读经 然后呢 圣洁的国民 神特别强调圣洁 后面呢 我有一讲 专门也说这个圣洁的事情 对吧 那么神是圣洁的 所以我们要求我们人也要圣洁 那么你不圣洁的时候就出问题 出大问题 现在世界上很多的事情 这个都是不圣洁 不圣洁 那么呢 这个 从你的家庭 从你的单位 从你这个做 一个国家的元首 做这个 这个 你做这个 这个 这个 议员 是吧 众议员 参与 所以呢 都非常 这个 这个上媒体都是对这个很有要求的 OK 所以呢 我们看到什么呢 神呢 是通过立约的形式 然后呢 和他选民确立关系 那么这个关系呢 我想用这么几层意思啊 第一个 第一个 说呢 这个神是你的神 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承认他是造无主 OK 他是至高至尊的 OK 你要拜他 OK 你要拜他 然后呢 这个 哎 你要拜他 你心里要装着这个神 是吧 这是说 这是第一层意思 第二个 那么神呢 他他有命令 不要学亚当夏娃 他不听 不当回事 没有那么警惕 他就是说 吃个山下说的果子 有什么 吃着吃了吗 吃着有好处的 他宁可违背神的旨意 去由着自己的选择去做 所以他要听他的话 然后呢 最主要最主要的 他要给你立约 立这个约呢 你要守约 怎么守约啊 你真的要做他的子民 你不要归别人 拜别的假神 拜自己心中的偶像 这都是不对的 都是有问题的 OK 然后呢 你要建立一个国度 我刚才不说了吗 他要建立当时神人共治的国家 OK 这个怎么讲呢 是吧 因为他是属神的国子 自民 那么呢 所有的人都在神的 可以说在神的统治之下 OK 但是在神的统治之下 神也有规章制度 从摩西那开始 他就分成这个 不同的这个级别的管理制度 审 这个审判制度 大事 重要的事情 摩西要听得过 小的事就交给长老了 那么后来 以色列又建了王国 他又建了大卫王 索罗门王 是不是 还有那个 这个不同的这个 这个这个是 世世时代 但是这个 前面在大卫以前 还有那个 那个 那叫什么 忘了 突然忘了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 他说这个 都有 都有这个王 他们都有他们的制度 对 都有他们的制度 那么呢 这个 要圣洁 对 然后如果你遵从这个的话 对不对 那就好 那么告诉以色列人 当时摩西的高章 以色列人都回了 好 没问题的 OK 这是他这样 所以我们要学习啊 就是说 在这个圣经的当中 神呢 他是通过拣选这个选民 然后呢 这个 然后通过这个选民呢 然后实行他的计划 确实神也是做得非常好 然后呢 选择以色列人以后 也是这个耶稣啊 然后他就招门徒啊 然后就传福音啊 然后他就是一步一步的 那么就这么做过来了啊 可以说是虽然不顺利的时候 但是是非常成功的 那么呢 既然是跟你确定的关系嘛 通过立约嘛 所以人呢 就是说一定要守约 那么神守神的约 那么人你得守约约约 所以呢 他就实行这个 这个以色列 它是个神人共治的国家 那么这个神人共治 到现在我想 以色列也保持这个 所以他以色列有 国家的宗教 就是这个犹太教 是吧 然后呢 也排除 排除少数人 可以在以色列 信这个基督教 因为以色列 他的宪法呢 是这个 他是民主宪法 是吧 这个保障人权的宪法 虽然这个 是这个 犹太教是他们的国教 但是其他的这个宗教呢 只要不是反犹太教的 我想那地方是允许存在的 是允许存在 但是没有到过 亲自考察过这个情况 那么呢 这个神人共治的这个 这个国家呢 在以色列呢 我觉得是非常成功的 那么对一个 其他国家的话 这个 就不一定 然后这个 就是一定非要实行 这个以色列这种神人共治 但是这个神人 这个神 这个对神的敬仰 对神的这个敬畏 然后按照神的指示 去行去做 然后呢 通过这个教会啊 通过这个文化的宣传啊 然后让这些观念 成为我们行动的指南 对 潜在的 这个对一个国家的 制度的建立 是十分重要的 那么呢 这个我们看到世界上 这个这个发达国家 文明的国家 然后呢 他们呢 实际上是 这个基本上都是 以基督教思想立国的国家 你看这个美国啊 他一直这么多年了 一直世界上 将近一个来世纪啊 实际上是 这个大英帝国以后 这个引导世界的国家 然后呢 这个 你像这个 这个五线联盟啊 英国啊 加拿大 澳大利亚 然后新西兰啊 这都是这个 这个国家系列的 那么 并且是被这个 大英帝国 这个殖民的地方 统治的地方 这些地方都可以开化起来 对 那么这里面 实际上 这个都里面显示着 神 这个神的旨意 以这个基督教 所创立的这个宪法 对他们保证制度 是非常重要的 离开这个以后 这个国家都会遭难 没有这个的国家 这个就会胡闹 那不能不仅是 给自己的国家 带来衰亡和灾难 而且会给世界 成为一个 有的时候就成为世界的灾难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啊 那么这个 圣经教导我们的呢 就是说 他要通过立约的形式 确立和他选民的关系 那么现在我们生活的一个 就是说 一个年代 那么这个年代里呢 神呢 可能没有直接 和你立这个约 不像这个约成 那么对我们基督徒来讲 在那个时候 神和以色列人 选民说 确立的关系 也延伸到我们现在 那么我们信仰基督教 这个国家 以这个为主体的 或者我们的宪法 实行法制的国家 那么才这个 某种意义上 也是在实行 这个神人共治 神人共治的国家 只不过举个例子 就是日本 日本有他们的 日本的神教 可是这个日本的神教呢 他这个 并没有写在这个文字上 很多呢 世界上是在这个 文化传统里面 是吧 文化传统里面 但是呢 他们呢 因为就是这个神教的原因 所以在昭和天皇 他们发动了这个 大同亚战争 差一点亡国 被炸了两架原子弹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美国呢 就这个 占领日本以后 就把美日本进行了 和平改造 所以给他们制定了 和平宪法 那么可以说是 美国人制定了 一个和平宪法 让他们训练 这个人权 和平 这个道路走下来 所以日本就 就反而成为 世界这个健康的力量 对吧 所以日本人 到了哪里以后 都是受欢迎的 对吧 也给世界做出了 极大的贡献 是吧 这个人权的贡献 那么这个 那我们说呢 也是那个 间接的是 神人共治 在行政上 是吧 这个政府 国会 然后呢 天皇成为一个象征 然后在实际上呢 神通过这个美国 当时呢 麦克阿萨将军 然后那个 跟他们制定了 和平相法 一直延续到现在 我晓得 日本能够 今天的和平 是他们这个 这个神 通过神呢 这个 这个 给他们立的这个约 这个宪法 然后去执行 是密不合分的 日本人 我在这住了七八年 日本人也非常感恩 这个 他们也是 进行政策里 来守护 他们的和平的宪法 所以我们到了今天 我们要这个 要为这个祷告 然后 接受 神一个我们确立的国家 确立的这种关系 然后甘心乐意的 这个推动 这个 这个 然后这个 这个 就是 这个 敬畏神 然后爱神 那好了 那么我今天呢 就把这个 神通过 他的选民 确立 立约 来确立 他的选民的关系 然后建立这个 神人 共治国家 这个主题啊 这个圣经 到底讲什么呢 给大家分享完了 好 欢迎你 这个 转发 点赞 然后 转给你的朋友 或者你的 这个 同学啦 或者是 这个 这个 教会的 弟兄姊妹啊 那一起来 学习 分享 好不好 好 现在我们先做个祷告 亲爱的 父 感谢你的 激励 感谢 圣灵的带领 那么今天 花了这个 一天 这个 几个小时的时间 把这个 做了 十一个 视频 把这个 就是 圣经 到底 讲的什么 前面 百分之 百分之 二十 左右吧 然后 把它 讲完了 非常的感恩 求神 继续使用我 然后 把后面的 还有四十讲 一讲一讲的 把它做好 然后把神 要想 圣经所说 想要说的 然后通过 这个 平 白话 通过大家 可以理解的话语 分享给大家 同时也让 更多的人 了解圣经 减少误会 然后 让神的话语 在我们身上扎根 让我们把神的话语 踏踏实实地活出来 让神的话 成为我们路上的灯 我们这个 地上 地上的灯 路上的光 照亮我们这个世界 以上到高峰 爱我的主 耶稣基督明 拜拜